Hello 老师好 我们在Mall这个地方 我把免因就是正向的两个回馈 这个Correct的Mens 答对给 会认挑一个 答错的话也认挑一个 可以再加新的 这个供应叫Mens 来 要给选择考试的 你的测验券在MyLibrary 那怎么给选择呢 点一下这份考卷 这份考卷呢 这边呢 它告诉你有两题 对不对 好 那怎么来 两个Question 怎么考试 题目在楼下这里 来 点这里 即时线上考试 Star Life Quiz 那依照学生 考试进度是这个 老师控制进度是这个 我觉得考试还是 以这个比较好 每个学生阅读速度不一样 所以我点这里哦 那点这里呢 这时候来来来来 我们刚做了很棒的回馈 所以再往下拉 不要Continue哦 在这里在这里 要不要改成什么 这个 哦 选这个再来Continue 那要不要播音乐 对 就自己决定了 那按右键可以翻一下下 看一下吧 随机 所以如果你出实题 隔壁同学 他没有办法偷看 因为我的第一题 跟你的第一题是不一样 OK 显示排行榜 随机问题 随机选项呢 就偷看同学 通通都错 他真的得要看 我觉得设计还不错啦 OK吗 好 来 我们再回到英文模式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也有不同哪里 我就选这个哦 其他都Continue 对不对 来 老师看一下 这个网址永远是这一个啦 这个是网址 所以呢 你应该把它做一个QR Code 做一个QR Code 那跟老师报告一下 他的网址 正确网址来 Qiz它有两个网站 一个网站 老师设计进这里来 那参加考试是这个 这个正式的网址是这样 Qizit.com join 学生只要输入考卷的名称 Enter a join code Enter a join code就是刚这个的 接接接接接 到这里 我这份考卷是124475 学生只要在这里输入12475 那这个网址我强烈建议你 这个 如果是在Googlemail上课 就把这个网址 复制到讯息区 学生一点就开始考试了 老师我们在教室拿是平板 那请你去这个地方 这个 QR Code的产生的网址 我再做一次 在这里 Ctrl V贴上 再跟老师报告一下 这件事情不用每次做 因为这个图永远都同样的 永远是这个网址 所以我在这里做什么 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因为印出来 20×20 再点产生 那跟你报告一下 就这张图 这张图应该做什么事情 按右键把它 另存图片 放在你的电脑 这个叫 QUIZ IZG的 什么 QR Code 永远都是这张图 那你应该在教室里面 贴几个图 在教室里面 学生拿平板一扫 就可以来考 所以QR Code 从此都不用再做 这样才对 来麻烦老师帮我扫一下 帮我扫一下 这份考卷我看一下代码是124475 来帮我扫一下 考卷代码是124475 来那老师你也看我做一下好了 来我看一下 我这先关闭 124475 来我打这里 124475 我现在模拟学生的角度给你看 学生只要打入 每份考卷都有他自己的代码 打完以后呢 要输谁呢 如果在学校跟你讲 来5年三班15号 我叫做big 然后再点什么start 所以学生从头到尾都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 这是马上打的 OK吗 那学生点进去以后呢 在老师的界面这里就看到了 有几个人进来的 你家 所以这时候在等老师点启动 老师点启动 所以才进来 来 麻烦老师帮我扫一下那个QR Code 然后打这个 124475 我们再来跑一回 那你看看这是回馈的方式不一样 124475就这份考卷 那跟你报告一下 老师我那份自然的考卷是每次代码都这个 不是哦 每次考试代码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四年一班 等一下还有四年二班要考试啊 他是看时间 这次这个代码只有这次有用而已 这次考完这份代码就没用了 OK吗 除非你初回家作业 我可以限时这个代码是三天 那待会再说 好咯 那这个 好我们要开始考试咯 九个老师来开始了 麻烦老师在你的 就可以开始考 这边在老师的时候 可以看到学生的所有状况 每个人的进度所有学生的考试进度在这里 每个人的进度所有学生的考试进度在这里 这个画面是学生的角度 好来 那AA老师还有一题还没考 对不对 这个题目有设时间的 好来 好在等 你在考试的时候 当然这边可以把音乐关掉 太吵了 或者呢 可以选择什么 换个style summer 这道歧视 winter 这个最过比较凉 好来 这个可以是 声音再打开 那这是全画面 所以学生在考试 老师可以看到每个人学生 全部都考完了 那怎么办 end就结束 真的要结束吗 是 好 来 第三名 第二名 第一名 就可以给学生一点鼓励 这是老师的界面 要不要再玩一次 第一名第二名全部出来 我们就不再玩了 要play again 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学生学习的什么 其实是回馈 这个同学太厉害了 也名手快了 两题都答对 第一题只有70% 对 这三个同学错了 第二题也是这三个同学错 那这个同学就受补救教学了 就要问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后来没打算 这个我也没办法 我说 我们老师怎么教 我也没办法改变学生的学习意愿 这个我没办法 可是有这个工具 我都知道 这次的教学还算OK 70%的学生表示 中等的还是愿意听 他们也都听懂 也都会了 我就知道我这次的教学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喜欢心上平台 所以现在为什么郭部长 他现在要播200亿 希望你在教室里面 学生有平板 有手机就可以进行 我们在高中时 学生有手机就可以进行 你现在都可以做 我们在小学没有 小学生是不会有手机的 所以我们在等教育部播平板 老师在实力上路 就可以把这个导入教室 所以我交个小单元 我就出个两题 让学生测验一下 看他行不行 好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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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